下面跟各位介紹的叫做梅雨 梅雨這個名詞原來指的是長江中下游地區 在每年大概六月到七月中間 有一個長時間連續性的下雨 就把它叫做梅雨 又叫做八梅的梅的梅雨 叫做黃梅的那個梅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時候正好是黃梅成熟的時候 所以就稱之為叫做黃梅雨 那因為一直下東西容易發梅 所以就叫做發梅的梅的梅雨 就是古人這樣說 這個名詞原本來自長江中下游 然後台灣把這個名詞借來 是台灣每年春末夏初的時候的連續性的降雨 因為我們的行程原因是一樣的 就是每年春末夏初五月跟六月 問什麼季節是梅雨季節 春末夏初 問幾月跟幾月是梅雨季節 五月跟六月 古時候氣象局會報入媒跟初媒 講義上面有電子演出 他有跟你講介紹入媒跟初媒 這件事情很早之前下游不報 因為這種預報超級世界恐怖不準 所以不報下游不報 沒有入媒跟初媒 五月一號梅雨季節開始 六月三十號梅雨季節結束 那月結束就是五月跟六月 問季節春末夏初 五月份 五月跟六月 這要長成一些連續性的降雨 因為行程原因一樣 所以藉用這個名詞來講它 行程原因 門以封面 滋留封面 這個時間大陸冷氣團 跟太平洋海洋氣團勢力相當 在行程滋留封 講過了 滋留封就會造成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所以那叫做 滋留封 所以梅雨跟什麼封面有關 滋留封有關 梅雨跟滋留封有關 那因為我們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形成的 都是因為滋留封形成的 所以我們就借用長江宗教的名詞來講 台灣這個時間的降雨 叫做梅雨 叫梅雨劇情 OK 好 每以來都是下雨嘛 所以告訴你說濕度大 雨量豐沛 雲量多 風度小的 看一看就可以了 稍微下雨就夠了 稍微下很長時間連續性的降雨 沒什麼問題 這個是衛星雲土 這裡面帶重的雲 有沒有 剛剛講 它跟誰有關 空面有關 這邊有個大陸冷氣團 這裡有一個暖氣團 然後招叉 形成有一個滋留封面 這個滋留封面 就是所謂的梅雨封面 梅雨封面 OK 好 這裡一個梅雨的動畫 也是一樣 我們死老百姓都看不出來 看到就雲跑來跑去而已 啊 你看不出什麼結果 好 那也沒有關係 反正呢 我們就負責欣賞就好 但是一樣 重點就是你會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帶狀的雲 帶狀的雲跟誰有關 封面 所以這邊有個封面 這裡有個封面 OK 知道這件事就可以了 OK嗎 OK 這就是台灣的俗話 春夏東南風 有沒有問題說 春夏之交吹東南風的時候 就不用看了 不用問了 天氣會變好 為什麼 為什麼 春夏夏初本來不是常常下雨嗎 那為什麼春夏東南風今天變好 因為如果我們吹南吹東南風受時的影響 前面叫做太平洋 南高壓 高壓籠罩 天氣會晴朗 天氣會晴朗 所以春夏東南風 有沒有問題說 春夏之交 吹東南風 天氣就會變好了 天氣就會變好了 不用等氣象去爆 你就知道天氣要變好 OK 這是俗話 講我們的氣候的一些天氣的一些現象的俗話 梅雨的好跟壞 未來再交台風會再交一次 梅雨很重要 很重要 它這個雨量大概在全年的四分之一 所以我很需要梅雨給我們充分的雨量 我們才有足夠多的水資源 如果我們這一年的梅雨是一個空梅或者是乾梅 就是不下雨的梅雨季節 那我們的南部就很容易會落入缺水的問題 因為它少掉一大堆它的重要的雨水來源 所以梅雨很重要 很好 要來 要下雨 我們才有足夠多的水資源 但是你知道雨下多了會怎樣 淹水嘛 山崩嘛 土石流嘛 就會被災害 所以如果下太多 就會帶來一些災害跟問題 所以我們講義上 二十九頁的上面 有給你寫了一些災害 你看一下 就是說梅雨下太多就會造成災害 造成災害 OK 它是僅是於颱風所造成的重大天氣的災害 所以梅雨對臺灣而言叫做必要之惡 下太多 有災害 可不可以不下 不行 一定要有來 跟颱風 不能講颱風也 臺風也這樣子 颱風有災害 可不可以沒有 不行 必要之惡 所以就是梅雨的好跟壞 重點 剛才的寒流跟什麼風面有關 寒流跟冷風有關 請問你 梅雨跟什麼有關 自由風 考試畫四個圖 問你說哪一個圖是梅雨封面 你會挑嗎 你會認得出來哪一個是滋留封面嗎 我們前面講過 學習重點 會看圖對不對 你會了解嗎 OK嗎 OK